这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在 Angular 里面 去增加一个 那个 栏位 一个搜寻栏位 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Angular 它们这种 这种 Wid Component 这种 Data Binary 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首先看我们今天要做的效果是怎么样 就是像这样 我们在这个里面多加一个 Search 的栏位 那假设我们今天 出来的时候我可以用这个 Search 的 功能 比较快速的把 我要的 Notebook 找出来 然后显示在那边不用像这边这样 一页一页这样卷 好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我打色的过程中 我基本上我就基石的就去更新这个 页面的内容 可以看这样 我们就可以更新 就基石的去更新这个页面的内容 好 那我们就来看说这样的功能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那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呢 那我们 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Angular 的这个架构 那 Angular 的架构我们通常常常都会跟 那个 Facebook 的 React 去比较 这个 我每次比较就是 要抓 Google 嘛 跟 Facebook 来比 那刚好这两个 这两个那个 最优名的这种 前端程式库 就是 这个 React 就是 Facebook 做的 Angl 之 S 就是 就是 Google 做的 那 这个 这个 当然他这边 讲的话 这个是我从 就是某篇文章上 截取下来的 这个 一段 对这个 Angl 跟 React 它们比较的一个说明 他说 React 是一个 Library 然后 Angl 是一个 Found-end Framework 这样讲当然 也没错 但是 现在 React 其实也不只是 不单单 简单的只是一个 JavaScript Library 而已 它其实本身 也慢慢的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这个 Found-end Framework 所以你说 一个是 Library Framework 好像有点 小看 React 然后把 这个 Angular 看得比较大 不过 如果以复杂度来讲 的确这个 Angl 事实上是 它的整个 Library 大量 是远远大于 React React 它其实 其实如果你只用它 最基本功能的话 它其实是很小 整个 Library 可以塞在 40几K 的这个 就可以把整个 Library 放进去 所以它其实是蛮 不用说你也可以说它 Code&Code LiveWay 的一种 Framework React 用 OneWay 的 Data Binding 也就是在 React 里面 它所有这些 变数呢 它其实只是从 Javascript 填到 HTML 的 Temporary 里面 然后 把它 render 出来 你在 你在这个 UI 上面 你输入的这些东西呢 其实它是不会自动的 反映到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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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的 Javascript 的程式里面去的 当然它还是有一些方法 让你可以把这两个东西 by 在一起 但是 它主要来讲 因为 React 主要是透过 Virtual DOM 实际上我们在 我们 的程式呢 事实上在写 UI 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 就是在构筑这个 Virtual DOM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Virtual DOM 会被这个 React library 把它转换成一个 Real DOM 然后显示在 Browser 上面 所以 它所谓的 OneWay 大概指的就是 就是这种 从 Virtual DOM 到 到那个 Real DOM的 这个过程 那 Angle.js 呢 事实上它是用的是 Two-Way Binding 而且它事实上是使用 真实的 DOM 也就是说 Angle它其实 当你在 在写 NQ的程式的时候 它其实是 直接合成了一个真正的 HTML 的档案 然后交给browser 去 去执行 它 它并没有一个Virtual DOM的概念 在里面 那所以 所以 也是因为这样的 这个 NQ.js 可以比较方便的去 直接操作这个 DOM的内容 所以 在这方面来讲 它其实是 比较像传统的 一些传统的 比如像这些魁语这样的一个框架 它其实是 可以直接 SN 到这个DOM的内容 那 这个REC 它 可以自信的比较快 那Angle呢 这个 因为它是 Angle也 复杂的很多 所以 它的速度 跟它的大小 其实都比 REAC 来的大 那 当然你从 你从这边这些描述 你会觉得说 那好像 REAC 来得好得多 比 Angle.js 来得好得多 这边好像讲多 Angle.js 的坏话 但是 其实它没有讲的是 其实是Angle.js 它事实上 它是 就好像讲 它是一个 比较完整的 一个 体系 而且它事实上使用的是REAC 这个其实在 整个 整个 跟这个架构跟这个 这个城市中间的关系呢 其实 某种 对 对于 比较 有经验的城市来讲 其实它是比 这个REAC 来得 来得 比较直觉的 因为它 就是操作这个DOM的内容 它不像REAC 里面有格的一个VirtualDOM 所以 有很多东西 基本上都会比较 进阶一点 所以 VirtualDOM事实上就是 这两个东西 一个最大的 这个差异点 好 Angle 使用那个REAC 它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说 其实呢 你一个 你一个Angle.js 你要知道它的结构的话 其实很简单 你就用 那QUONE DEBUGGER 里面的 这个 这个 怎么说呢 COM 里面的 DEBUGGER 里面的 ELEMENT 这个功能 其实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ELEMENT 这个东西呢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看清楚 这个 它的 它的内容 大概长了什么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呢 我有APP root 有 Router outlet 然后 有APP FORM 然后 FORM里面的 的 的一些 Default 所以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直接对应到我们的HDL 档案 档案的 所以我们从这边的内容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 知道说 我到底要去 用什么当关键 就是去找输入这些 UI 到底是怎么implement出来的 比如说我现在 要知道说 这 这一个这个 NAME下面这个栏位 到底在哪里implement的 其实 我们就 我们就跑 只要跑来 找 找这个栏位 其实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知道上面这一条 是怎么implement的话 那其实我就是在 在这个的后面 我按个右键 然后 你选 你选里面的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 在这边 我在这边按右键 然后选检查 那我就可以 直接就看到这个 我这我上面这一条到底是在哪里implement出来的 那我可以看 原来这边有个 那个LibTitleActionTour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 当关键词去搜寻 我们的程式 就像这 这边一样 他这边是用app from default 就是在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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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index default 说说apindex default 我们要找到这个的位置 因为 这个后面的这一条线 这个LibActionTourbar 事实上就放在这个 appindex default 这个 这个元件里面 所以其实我只要把这个元件找出来 这里面我应该就可以看到 LibTitleActionTourbar的位置 好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他 他就是利用 利用这个 这个 这些关键字 我直接直接用这些关键字来找出 我们所要的东西在在什么地方 所以 这一找我们就可以找到他事实上在一个这个html的档案里面 OK OK 那这个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 App index default 好 我们就可以 找到 这边 有一个ts档 有个html档 但是html档 其实他就 他就是定义了 这个 这个 这他的内容 这个 App index default 这个内容 那实际上这个内容东西呢 他就是在 这个后面这一个 component里面 去把他 这建立起来的 好 那 这个component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component 他事实上 用的就是 antidefaultcomponent.html 这个档案 那这个东西要去哪里找呢 就直接来 同一个目录里面就可以找得到了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在这个档案里面 我就找到了 LiveTitleActionToolbar 的位置就在这边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透过这样方式 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 透过这个他的 这个 这个debugger 我们就看我要找什么东西 我就只要点在他上面 然后 按检查 那我就可以很快的找 找到他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 就可以用他来 来做key 然后来 搜寻到我程式 里面我到底应该要架在哪一个这个 HTML 档里面 所以这个 这个是这个 能够这样做是因为 这个 AngleJS 他其实用的是 Done 所以 他事实上这些 Tag 这些名字 其实在 在整个东区里面都不会 都不会 都会跟城市里面的长是一模一样的 而不像 REAC 里面用Virtual 动画 那这种名字他都会消失 换成另外一大段的 HTML 档案 但这些HTML 档案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见得那么容易可以找到 他到底是define在什么地方 所以 实际上 这个Angle 这种模式其实 事实上是 在清晰度上来讲 我觉得是 比 这个REAC 来的好一些 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 我们就要想办法在那边加一个原件进去 那这原件就是什么 原件其实就是这个Input 原件就是这个Input 那这个Input 是他原来的东西 那我们 这后面这个NAT Input 其实就是把它改成 NAT 其实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Material的意思 也就是事实上他这个里面 他事实上后面用的事实上是Material UI 这个framework 那我们用一个NAT Input 在这边他他就会把 这Input 转换成Material UI 的Style 那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用Placeholder跟 这边的是指定 就是说 到时候他如果我们还没输入之前 他在这个栏位里面要显示什么字 那 我们把这个东西 放进来了以后呢 那其实 我们就可以用这边的指定 比如说我这边 用Search Keyword 好了 我把它改成Search Keyword 好了 好 那是 输入完了以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 Placeholder 这边 我们重新载入 我们可以看这边就变成Search Keyword 那 所以呢 所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这边 选Namespace 他就会显示出来 那接下来我们想要做的结果就是 当我这边 Type Keyword 的时候 下面这列表就跟着 动 那比如说 你现在讲的话 我可以打Baby 他就 他就会 只列出 列出这个 名字里面有Baby 这个字的Notebook 出来 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个事实上是透过这个Fone Control来做 Fone Control 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元件的它的Fone Control 设定成 在我相对应的Web Component 里面 Search 这个 这个变数 这个变数 也就是说我在这边输入的时候 我就会把值 存到这个变数里面去 那如果呢 我想要这个 当这个值改变我做某种动作 我只要为 可以在这个变数上 我注册它的这个 它的那个 那个 Emband 就行了 也就是当 我有限制设定 我可以 让它去呼叫某个Function 那这个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就来看它的 Task Grid 这个档案 好 所以呢 首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去 输入一个新的变数 然后这个变数呢 它的Type是Fone Control 然后我们就 另外一个Found Control 给它 所以 接下来呢 就当我们在 UI里面输入文字的时候 它其实它的值就 就会输入到 Search 这个Found Control 元件里面 但是如果只有这样的话 它只是 直进去而已 但我们希望做到的结果是当 它的值改变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某些事情 所以我们要 要在这边呢 Subscribe 这个View Changes 这个Event 好 那它会 它会呼叫这个东西 那在这边呢 好 其实 我们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我把这个Rawdata设成空的 好 那这等一下 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就是我把这个Pooler 这个 这个Pooling的 这个 这个Function 我把它Reset掉 因为Pooling的方式是这样 就是说 它会去呼叫 就会去 间隔一秒去呼叫 然后 它会慢慢把间隔越拉越长 好 这边为什么要Reset呢 因为我希望它快点去呼叫 不要 比如说它到最后可能已经把自己射成 比如说 是20秒才呼叫一次 那这时候 输入要20秒才会 这画面才会更新 就太慢了 所以我在这边 设一个Reset 这样大概会回到一秒更新一次的这个状态 接下来这个Data Rawdata设成空的话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其实就跟这个Pooling有关了 Pooling在这一行的话 意思就是说 它照着这个规格 每一秒 它就会来呼叫一次这个东西 那进来了以后呢 它事实上它就会去呼叫这个 这个Backend跟Notebook 这个去把 这个从Backend里面把所有Notebook给拿回来 那拿回来了以后呢 它做一件事情 它会跟 把Rawdata跟Notebook 去做比较 只有它不相等的时候 它才做做处理 那你可以看这个地方 这个Rawdata 它就会等于Notebook 那所以下次进来的时候 这才会一比较 这两只相等的话 那这里面的程式 它就不会跑了 那完了以后 接下来它就是利用ProcessInputData 这个Function来 来 来处理这个我们抓到的这个Notebook 那我们在这个Function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Function里面 我们去会去实现这个 过滤这个Notebook的功能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的 它事实上在到这边来了以后呢 它事实上它就是把这个Notebook 有可能用Python去把它Parse一下 Parse成一个Python的这个Notebook Python的那个Object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去勾述这Object 里面每一个元素 这个Object事实上它是一个Array 所以 我们勾述它每一个元素 那假设这个Search只是Nu 或者是说 我这个Notebook的名字里面有我Search里面的背读的话 两者之一的情况发生的话 那我就会把 这个东西Push到这个NewCopy这个里面去 所以最后就把这个NewCopy 这个NewCopy就会只包含了 这个 Keyword 会有Match的这些Notebook 那这样我接下来我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传回来 然后 它这个 它这个 它会把这个传回来之后放在ProcessData里面去 那ProcessData 事实上它就会 在这个地方 被这个LibTable把它显示在下面 所以 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变了这个 这个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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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元件的里面的内容 那这元件就会跟人会去做Refresh的动作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我们怎么样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Kubeflow层次里面去 加一个新的元件的做法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我按AAA 它就只出现AAA的东西出来 OK 所以 这个就是 今天跟大家说明一下怎么样去修改 在这个Q4的这个 UI去里面加入一个search的 栏位 的一个过程